这个M22最近吵得比较火 它其实是我们墙脉冲光的一种 说做一次维持的时间 那要看我们的皮肤的 要解决的问题来言了 那如果说我们是红血丝 然后比如说我们甘肃啊 青海那边高原地区 有一些那个全甲部那个红血丝的话 那我们就要一个月做一次 最好一个月做一次 因为毛血管它会再生嘛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一个月做一次 但是呢 如果说你长期的那种保养的话 我觉得三五个月做一次是足够的 只要看你自己的皮肤的状态 要解决的问题而分类 做完光子嫩敷 医生最强调的就是保湿防晒 我们老在讲啊 我们的皮肤护理三部曲 就是清洁保湿和防晒 保湿和防晒非常重要 在我们光子嫩敷做完以后呢 这两点更重要 因为不防晒的话 它就会容易反黑 它要不保湿的话 我们的皮肤的表面的屏障 非常不容易去重新建立 所以呢 保湿和防晒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